各位姐妹啊 平安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幾月主 我們再次在你的聖殿裡敬拜你 是何等的喜悅 何等的滿足 因為我們還能健康的呼吸 有生命的氣息 有健康的體力 再次與弟兄姐妹聚集朝見你 是何等的喜悅 我們全心全意在你 在你來領受你的話語 使我們更剛強有信心 一有時候我們會感到自卑 不太喜歡自己 面對挑戰會膽怯在驚 總覺得自己信心不足 沒有勇氣去接受挑戰與失戀 求你與我們同在 使我們依著你而靠主得勝的願意 這樣禱告 不是奉靠主義出的禮求 阿們 我今天要講這個 如果敬畢自信的秘訣 那其實我們在說 一個人的自我概念的行程 大概分為這三個階段 我想大家都看到這個 環境的地方 第一個階段是什麼 告訴我 自我認定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時間就在講說 你小的時候 你到底看自己是怎麼看自己 自己怎麼認定自己是誰 你出生的時候 你怎麼看自己 怎麼看待自己的秘訣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自我評價 那這個自我評價裡面 不是只有自己看自己 還想到說別人怎麼看我 那你會從自己跟別人的 主觀客觀的這個過程當中 來評價你自己到底是OK 這個是一個什麼 評價的時刻 第三個部分是什麼 第三個 這什麼 自我理想 就是說 當你認定你自己 然後當你又經過評價 自我評價 從主觀客觀的評價完了之後 你對自己 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有一些什麼 自己的情緒 自己的理想的一個畫面 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自己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狀況 透過這三個歷程 來決定 我自己 是一個什麼樣的自我概念 這個就是一個自我概念 一個形成很重要的原因 那 你們看到懂我 現在懂我 你覺得呢 我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還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還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啊 自卑 現在看到我是自卑對不對 好 那我來說我以前的故事 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今天 要講這樣一個節目 因為我在看到很多跟我以前那樣的人 是一樣的 過去的我其實是非常非常自卑的 我覺得喔 我小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很愛 真是蠻愛的 你知道那個 每次喔 排隊的時候 我們搬上過排隊 我一定是中央為主 然後一定是我 在那個中央為伍的 那個第一排的中間 就是我 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都是在第一排的 最不前面的那個位置 因為我就是 所有裡面最愛的那個 所以從小我就知道我非常矮 非常矮 所以那個矮 就是為我一個很大的 就是那種記號 我認定 我自己有沒有 這裡就是認定嘛 我自己認定 所以我自己就是一個很矮的人 然後呢 長得又不怎麼樣 又黑黑的 又醜醜的 我就覺得 這實在是 還衰的 還笨笨的 我正在說笨笨的 想怎麼說 其實我 我現在來想 其實我沒有那麼笨 但是 比較實際就是很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哥哥 那是台中一周 去讀張中 你知道嗎 讀台中一周 跟張中的 兄弟之下的妹妹 我有三個哥哥 你都看得到這種 所以我的理想步驟就是 我一定要讀張女 我就說 哥哥讀那個 我就是讀張女 所以張女是怎樣 理所當然 對我來說對不對 但是呢 張女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看不見了 所以呢 就去讀哪裡 不是 不是 張女 張女差一點點 可以搞上吊牆會的 圓中 NO 我家住社頭 所以我就去讀什麼 圓中 因為張女在過來做什麼 圓中 還好 圓中一個實驗班 還好 那個還不錯 因為實驗班都根本升學 後來想一想說 上帝有美意 我如果是張女吊牆會 為什麼 假設我上的 我可能是 辦上裡面最後一個 對不對 吊牆會上去的 可是呢 我去圓中的時候 我是怎樣 裡面的頭 前面啊 前面的話是怎樣 老師都會很坑重 所以我們一個實驗坑 專門升學 有老師 全部所有優秀老師都在那一班 所以上帝有上天本意 沒有去張女也對 我們先想一想 其實你看 事後會想是這樣 可是當時是不是這樣 當時很難過 非常難過還在那邊哭 而且說 跟我哥說 哥我不要 我要來重考 這樣子 那時候是這樣 所以當時很難過 然後就覺得自己 書都沒有念好 所以更覺得說怎樣 很挫折啊 所以更覺得自己很笨 然後對自己 就更沒有信心 那我都覺得自己很孤魯人 跟我哥哥比 當時是跟我哥哥比 所以你要知道 一個人自分是跟誰比 別人 跟家人 別人 當時的我是跟家人 但是呢 如果我們用原種來說 如果要跟一般人比的話 那還是怎樣 還是中上對不對 如果要這樣講 不管怎樣 這個都是人比人 就是用這樣的人來比 所以你覺得這個自卑 你覺得這個自我定位 就會有這種現象 那你知道 我當時是這種狀況 就是我很擔心今天怎麼看我 因為哥哥都是台中義當中 然後呢 你知道印象很深刻 我哥哥 當時就是我的國中的老師 就是我哥哥的老師 那我哥哥數學非常好 那班上那個都數一數二的 那數學很好 所以 我們那個 他的數學老師 就成為我現在的數學老師 結果我那個老師就跟我 我就問 我不會 數學不會 我就問老師問題 我說老師 那個問題是怎樣 然後老師就說 奇怪 你看你哥哥差這麼多 這句話不講還好 這句話一講 我就覺得 天下所有的信心都被他打擊了 為什麼 因為 一比較 你看又跟我哥哥比較 我老師就跟我哥哥 跟我哥哥跟我比較好說 你看你哥哥比較厲害 你比較差這樣子 當場又覺得自己很糗這樣子 所以我就在那個小時候 就在哥哥的光環之下 我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原來我是一個很笨的小孩 然後我是一個很不好的小孩 我的評價就是 這樣子的評價我自己 因為我哥哥都比我優秀 特別是長大一後 命令婚姻的時候 我跟你講 又是一大打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很多人那時候都要幫我介紹 已經二十幾歲 大女畢業之後 當時的我們 三十歲如果沒結婚就很慘 當時的我們 當時的 三十年前的我們 OK 那那時候 你知道嗎 都要 你要介紹的時候 相親的時候都要寫什麼 身高啊 然後 學歷啊 工作啊 什麼 都要寫這些東西啊 給對方啊 然後對方看 那個介紹人看這樣子 對方你知道嗎 很可惡喔 只要看到身高 幾公分 他連看都沒看耶 就連來相機都沒有來相機 就是連看都沒看 就是說不用看了 反正這麼矮 就不用看了這樣子 啊 萬貌協會一個 實在是很過分 當時的我身是非常的難過 我就覺得 蛤 原來身高 還是評價這個什麼 選擇擇偶評價的條件之一啊 喔 我實在有這麼恐怖 就覺得連看都沒看 也不認識你這個人 他就這樣拒絕了 所以實在是很難過 原來高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當時很高度 所以呢 可是你看喔 可是你看喔 這個高度喔 這個婚姻裡面 身高到底喔 有這麼重要嗎 在婚姻裡面 如果結過婚的人 婚姻身高真的很重要嗎 沒有 不重要 重要 那些人 有結婚的都說不重要 沒結婚都說很重要 就這樣喔 來 真的是這樣喔 有沒有教會你說 找一個比他矮的 你看他要不要 好 所以這個就是很明顯喔 就是說 對一個追求婚方協定人來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選項喔 那當時我們 也被這些 這個社會的價值所影響喔 所以 我也會 身高啦 面貌啦 掌性啦 學歷啦 工作啦 薪資啦 社會地位 來決定自己的那個 自我價值到底有多少 其實那時候感覺到 哇 什麼都沒有 因為又高又矮又醜又笨 什麼東西 真的是覺得自己很差 那樣子 那時候我就這樣 那我是覺得說 哇 原來 當時的選擇 都是用很負向的選項 來看我自己 所以那個一看下去 沒有一個是好的 好 那我要現在來講說 欸 那到底我們信耶穌人 認識看這些嗎 這些真的那麼重要嗎 欸 現實的社會裡面 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 有錢 人家還是覺得 嗯 比較好用 至少少了好幾個 奮鬥的人 好 那我就覺得說 我後來越認識上帝 我就覺得說 欸 其實人透過這些 外在的條件來 評價 你我到底是如何如何 其實 其實這樣子 這不是神要我們看的 那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我們用這樣來看 人際關係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欸 其實會帶來更多 人際關係的傷害 而且容易覺得說 欸 你比較高 你比較低 因為你有評價之後 你有那個比較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欸 我們都在看是什麼 嗯 誰的條件好跟不好 來評價 我跟你好不好 所以你就會怎樣 當你條件很好很優秀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怎樣 這位很驕傲的人 而且疲釋別人 而且自以為義 那如果說 外挑件很差的人 又覺得自己很自卑 然後又一直開始憋順自己 所以這些東西 都會讓我們怎樣 或是太智高 或是太自卑 其實上帝都沒有用這個 這都是上帝 叫我們這個 自我價值觀 都不是 那我要說 你看我們耶穌 他是 就是 他也是個君王 結果呢 他做了什麼事 他就自己 謙卑 成為奴僕 成為奴婦 成為奴婦 他是成為奴婦 他是君王 但是他卻成為奴婦 那樣是來服侍我們 來接待他的學生 那我想這是一份 對世界上的認愛 而且耶穌的身份 學生的身份裡面 大家耶穌學生有哪些身份 漁夫 漁夫 稅利 還有嗎 杜家是什麼 漁夫 好我要說了 就是說這些都是怎樣 如果從現在社會這樣子來看 其實除了醫生我們對看 好像比較熱 可是漁夫呢 好像我沒想到這個 剛才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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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順一點 做人家人家 跳水 有沒有覺得說 有一個勢力演一點 你看喔 神幕是這樣喔 耶穌看人 他選人 其實不是這樣 你看他這些都選 他選的是什麼 他選的是什麼 順服 順服 還有呢 順服沒有錯 就是願意跟隨 你知道願意跟隨我 我就願意選擇你 你願意跟隨 你跟從我 你願意跟從我 就是這樣 那你看喔 在上帝眼中 其實我們要看成說 我們在上帝眼中 是什麼樣的人 其實很重要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人 對不對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算有罪的人 就是不完全 但是上帝一直愛我們 他用他獨身子 耶穌的保血 來洗進我們的罪 所以這份愛 其實是何能的寶貴 跟委納 那我們只要心裡怎樣 相信 口裡承認喔 主耶穌是我們救世主 然後呢 我們的身份就是什麼 來 祂是我們的主 那我們的身份是什麼 祂是我們的阿爸父神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什麼身份 兒女的身份 你的評分就額別身份 那如果說 今天你所信用的神 祂是一位全能的神 祂是全能的神 祂是全能的神 如果你的靠山 背景那麼好 祂是全能的 很豐富的神 祂要有什麼 就有什麼 這樣你看 有需要自卑 好 我現在告訴你 這樣有需要自卑用的神 是那樣一個全能的神 所以呢 我現在跟大家講 其實人的價值是這樣分的 人的價值可以分為 外在價值跟內在價值 那外在價值就是追求 這些生活品質的需要的 譬如說 我們最常追求的就是什麼 財富 房子 或者有很多人 為了移動房子 拚了勞力 然後負債了耶 對不對 有的人比較信心 家有財產下來 就不用再拚了 這個是還比較好一點的 那可能你想要需要一個車子 然後來讓你交通可以行駛安全 你需要一個學弟 因為你有學弟 才要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 當然不一定是這樣 可是有這些 總是比較有基本保障 或者是說你比較有什麼 學了更多的證照 拿了更多的證照 考到更多的證照 那你就會覺得 比較保障一點 那詮釋地位 背景這些都很重要 對這些都是什麼 有型的物質的外在條件 很容易被看見 而且大家都在追求這些 這是什麼 短暫的價值 這些價值是短暫的 但是呢 人的內在價值 比這個更重要 是嗎 譬如說人內在價值是什麼 譬如說人的價值觀 到底是什麼為主 然後會決定把時間 他就會決定 因為你的價值觀在裡面 把推翻的時間 花在哪裡 這個跟你跟神的關係 是怎麼樣 很重要 你跟神的關係好不好 那這個人 有沒有很好的生命品質 他有沒有很好的生命涵養 那這個人有沒有很主動 有沒有很積極 然後他家庭有沒有責任感 好 他會不會關心人 他會不會尊重別人 他會不會信任別人 他會不會接納別人 他會不會接納別人 他是不是很有愛心 他能夠被愛嗎 他是不是一個有肩膀的人 我們說選擇帳戶啊 條件啊 要一個有肩膀的 有單帶的 有能夠成單重任的 這個都是生命啊 非常重要的內在這樣子 不是嗎 是不是 你覺得認懂嗎 這些東西你剛剛外在 我跟你講 假設這些你都擁有 你覺得外在表情會不會好 如果擁有這些 你覺得外在表情會不會好你 會 會跟著啦 就是說因為你有這些內在特質的話 你看積極上進主動 然後有蛋帶有肩膀有短 大概這些人通常都是領袖級的 領袖級會太差嗎 不會領袖級一直帶點別人 所以我跟你講 你擁有這些內在價值的特質 最後一種選丈夫 選太太 要選這些 未婚的 你們要注意 我才跟你們說 這都很重要 然後 對 已婚的我跟你講 已婚的就是要再來看喔 這些已婚的 你們一直笑 已婚的 已經結婚了 要多欣賞 你可以有的內在價值 對啊 他多欣賞他內在價值 他剛剛說來不及 來不及了 好好來不及了 內在價值 內在價值是可以培養的 你是可以鼓勵他的 你越鼓勵他 他內在價值就越多 然後你越跟神的關係更越好 你的內在價值的品質就會越好 你相信嗎 真的喔 你跟神越認識 你的內在價值就越豐盛 越遠多 那我要說喔 你要經歷過這樣的歷程 你用神的愛去愛你的太太 愛你的先生 你會發現 你用神的愛去愛你的家人化 你會發現婚姻關係更穩固 更詐實 更堅固 所以這個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婚姻裡面很重要的基礎 一年度我要講關係系列的時候 我再來講這一塊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這一塊 那我相信喔 一個真正倚靠上帝的人 又能夠活出基督的亞製的人 這些內在價值都會擁有 你相信嗎 真的喔 我是這樣 我選擇 我先生就是這樣選擇 我先生跟他說 你沒有信耶穌我就不會這樣 欸真的 他就有那些內在價值 所以在人際關係 在婚姻裡面喔 有這些內在價值 他的相處 你就會發現 人類這些相處會更有智慧 而且呢 更能知道怎麼樣協調 彼此都會協調 彼此怎麼樣幫對方 所以多看那一台價值 漠視那些什麼 外在的條件 真的 那些條件的中央 我跟妳講 在婚姻裡面 真的 那個優秀的教授 常常在吵架一大堆 所以那些條件都很好 但是很會吵架 因為自己都看自己比別人強啊 所以兩個都看別人比自己強啊 那就會怎樣 就很容易衝突啊 王見王就死琴 你知道嗎 所以婚姻裡面不一定是這樣子好的 所以婚姻裡面是 真的是兩個人 就是要互相扶持 互相相愛 在上帝的話語裡面 行走的人 這個婚姻會比較幸福一點 好像 我們男老師啊對不對 跟這意思啊 這樣子 對 不一樣的 對不對 好 其實這個很重要 疼惜 疼惜對方 那你會發現 外在這些條件 都很短暫 而且怎樣 一直在變 譬如說美丑 這天就老了 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年輕人 這天就老了 就歪歪了 就是有差 對不對 高度也是越來越來越廣 對不對 然後胖瘦 胖瘦啊 也是一樣 不會胖瘦 不會胖瘦 都會啊 但是會哭下去啊 變 我是說他的外在都會變化的 然後胖瘦 你剛剛看的時候 身材非常腳好 可是沒多久之後 他就變形了 對不對 一個中廣啊 中廣啊 中廣就跑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婚前跟婚後 差很多 對不對 差很多 所以呢 我們選擇要選擇內在 因為內在價值比較不會改變 內在價值比較不會改變 因為他是特質 他比較不會改變 可是外在 一天到晚都在變 所以注意 隨時都在變 要注意 所以要記得 眼睛要選好 看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聖經 沙摩爾記裡面十六章 有記載一個故事 我說一個這個故事 你知道 你知道 以色列第一個王是誰 以色列第一個王是誰 扫羅對不對 啊 那個什麼 耶和瑪是 上帝是不喜歡 後來 不太喜歡 後來就是他離開神了 上帝就不太喜歡他 所以上帝要怎樣 再來選一個王 對不對 所以耶和瑪就來找誰 好 好 先等一下 大家不要不要快接一下 他就選了 他就選 沙摩爾先知 所以沙摩爾 我跟你說 這樣你選王 哪一個王 比較OK的樣子 你來選 那我跟你講 給你暗示 耶積的家庭 耶積家庭有八個小孩 那那個孩子 其中有一個 可以來當個 你選看看哪一個比較OK 你去選 去選 去選 他就選 以色列王的時候 他就 把他就是叫 沙摩爾去 然後沙摩爾就請他們 耶積真一家人 都來他 來一起吃肉 這樣祭肉 是那個祭拜過的肉 那他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就讓沙摩爾要選 別一個人就來啊 別一個人啊 叫什麼 以你爬 以你爬 就來啊 就經過 沙摩爾穿過 喔 今天啊 有些大的 都展臺 高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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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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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цел 璃平你看 擘很小的 那個來了 也會有 lookout 佛王的架式这样子 能够护许 那个是吗 那个伙伴就说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我们想要去算这个 所以他比上帝就这样 不是这个 然后耶和娃就跟伙伴说 我你说 人不要看他的外套 跟他的身材高档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娃不像人看人 你看人看人就是看外套 所以你都能看外套都进胸 因为两个不像那样 人跟人都是看外套 但是呢 他说什么 人是看外貌 因果是看什么 内心 人的内心 所以你看我刚刚都看到 这个外在价值跟内在价值 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神是看我们的什么 内在价值 另外有一个以色列人的战争 他有条例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你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 来这个念一遍好不好 来 耶和娃却对伙伴说 不要看他的外套 和他的身材高档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娃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套 耶和娃是看内心 这上帝话不是我们说的 OK 然后再来呢 你们看一下 好 这是战争的里面 耶和娃说的话 那个 来 你出去 与头顶征战的时候 看见哪一侧量 并有领理多的人民 不要怕他们 因为领理出埃及的耶和娃 与神与你同在 所以从这两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到什么 耶和娃教导都不是要我们看外在的价值 而是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 他的生命有没有跟上帝同情 有没有听耶和娃的话 这才是上帝要我们追求的生命 如果有这样的生命 你就不会在乎 你在你的眼中是一个神样的人 而要在乎 你在神眼中是神样的人 OK 所以呢 很重要 来 第一个要做什么 我们要先对着 上帝有信心 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那里 你把信心建立在那里 然后呢 你做任何事情你就怎样 跟神联解 跟上帝同行 你信心你就会被建立 而且这样信心的基础 不是靠着自己 他就会怎样 谦卑 而且不会骄傲 那这个是建立信心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信心的建立是从谁来 从谁 不是从你自己拥有多少外在条件 不是 因为这些外在条件都会改变 好 合不合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从摩西的生命当中 对自己他非常没有信心 而且当我们建立对上帝的信心 他是这个过程过来的 摩西上核裂山的时候 我们在看摩西的故事 很没有信心的一个人 我跟你讲 我们当然是 他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 来摩西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在以赛列人出来 这是神给他的什么 应许 应许 应许或者说神给他的一个 拆开的任务 一个任务一个使命就对 我们每月也有任务 神跟每月也都有任务 到底这个任务是什么 也许你还在摸索 但是越来越清楚了 摩西到河裂山上去的时候 那越火宝就使神向他 从那个经济里面的粉验 当中向他显现 摩西惊一个 怎样 不敢看上帝 惊一个 就沿着脸这样子 因为怕看见到上帝 他很惊上帝 他叫他这句话 他很惊 惊得死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们来看看这段情绒 他说 耶瓦说 注意听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是在看见的 他们因为受监工的挟制 所发的安生 我也听见 我原知道他们很痛苦 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个地 到美好宽阔 留乃与利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贺人 养活力人 比利洗人 西卫人 业富士人之地 你看 这是一个应许就是 要怎样 请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受苦然后到哪里去 应许之地 就是留乃与利之地去 要到那个地方去 好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 他说 现在以色列人还真达到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 所以 埃及人常常这样欺负谁 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是很受苦的 你们如果看过摩西十切是不是 你就看到这个故事了 所以 利时姐说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王 然后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领出来 我们来看看 那摩西对神说 你看注意看 摩西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什么 我是什么人 尽能去见法老 那是有信息还是有信息 对 我要怎样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出来 好 那再看 神说 上帝就说了 我必俩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引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想摩西当时的应该怎样 吓坏了 对不对 摩西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他重新评估自己 哎哟我何德何能啊 以色列人这么多人 我还要把他带来 那是罗修伯的东西 他想着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上帝叫你去 你把他这人领出来 这样去教 你的想法 你都知道 为什么摩西都害怕 我想应该是这样吗 那怎么有办法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 我何德何能 我怎么办法 面对这个法老 而且还能够把他这人从埃及里面出来 上帝啊 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 但是上帝确认他说 我要并许说不要怕 我要与你同在 你放心吧 我是你的依靠 你一定可以领他们出来的 而且你要在山上来侍奉我 摩西又问了一大个一大的问题 上帝人有耐心的一个一个回答 他担心他去以色列人 他担心他去以色列人 没有要听他的话 不信他的话 所以他出埃及记 第四章第一节 他说这样子 他说你们并不是这样 并不信我 然后呢 也不听我的话 并说烟花并没有向你显现 所以你看 他心里面都很多的 怎样害怕 而且担心别人不信他 所以摩西其实是一个很担心 这是不被信任的人 那英文就说 啊 你应该实在实在可以哦 不过英文就一直给他神 那个神迹奇事哦 又给他群 所以他就给他一只杖 手杖 然后他手中的杖 怎样 从杖里面又变成什么 一条蛇对不对 他就是 这一只这一手杖 就是让他能够行神迹的 然后呢 又让他手放在这个什么 肚子里面 他这个手一放进去 主要被这种 长大麻风 然后他一割一张 他一会儿就说 你还拿钱 还拿钱 诶 怎样 大麻风怎样 就不见了 就好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奇妙哦 摩西也自己也吓到了哦 然后最后呢 上帝又说 啊不然你那个河里面 拿水 把河里面的水取出来 然后倒在干地山 哦 那水取出来之后 倒在干地山 然后要变成什么 雪 哦 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上帝给他的权衡 然后又是要 其实就是要加一点 他的信心 那摩西经过很多次的这个神经 他也是又怎么没出息 又没出息 我现在找了一堆借口 那就 今天我们看的新闻 我们来看今天主题的新闻 就来了 他就说什么 他刚才都没了 现在又来 又开始借口 又来说 哎呀 我自己说我就不要哭 哦 要去教啊 较老人 讲这些也是很辛苦的啊 我不会讲话 然后呢 我说 反正我能力也差 啄口奔舌 然后呢 另外就说 哎 我谁照你的口呢 谁要这样 口仰 然后耳容 目眠眼睛瞎 难道不是我吗 意思就是说 这些都是我照的 你怕什么 现在去吧 我要试你口才 你说他没有口才 他就说我不要试你口才 主我还在说 你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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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上帝说 上帝要给你 不会就跟上帝要 上帝给你 他说摩西说 主啊 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这个你没看到 好 他要试你口才 对不对 你愿意打发谁去去吧 好 再来看 另外 像摩西 哇 实在是 耐心实在是怎样 很耐心很够了 现在这个 开始耶和华生气了 就说 我不是有 SKD 哥哥吗 你为了亚伦吗 你看 他很能讲话的 他能力也散到 那现在 你去处去迎接他 他一见到你就一定会很高兴 所以呢 你要将 当初的话传给他听 我要试给你什么 口才 又要只叫你 说行的试 好 所以呢 他说他要替 他要替你 他说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手里拿这个借账 好行生机 那你从这一根经文就知道说 摩西班自己的口才不行 那上帝就给他口才 还请他这个能力 圣道的这个哥哥亚伦 当他的口 对以色列人百姓 传达要令他这个出爱情 不要再让这些人受了奴隶之苦 因为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应许 摩西还是借口一堆 上帝生气的 所以 摩西就乖乖的 听话 我去我去我去 所以 这时候他才要给他 要去 准备要去爱情 然后去拯救一策略 当然这个故事后面还很堆 后来还遇到很多事情 我想 我现在想到这另外一个 我要问大家 这样的一个忘记 是否也是我们现在的心情 很多说我们也是没有信心 害怕恐惧 而且我被交代任务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没有信心 而且借口很多 我哪里怎样 哪里怎样 所以不行不行不行 那上帝呢 希望说 我们都很希望说 上帝能够把这些 压力挑战都收回去 这些试验我都不想要 因为经历的过程是很辛苦的 那摩西也遇到跟那个法老人 一样 就是很干预的这些这个心 所以法老人也是百般挑难 所以呢 他也是很辛苦打在你过程当中 所以 最后这个法老人 他立即放手 让以色列出来一起 但是呢 其实后来法老人又怎样 又后悔 所以以色列又怎样 被追杀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这个过程 可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讲那一块 那我要说的说 耶稣一次又一次 向摩西应允 他说我要与你同战 你就可以打胜战 而且战胜法老王 而且说服法老王 那拯救以色列出来一起 但是摩西熬练这个过程当中 常常人家 反反复复 他说耶稣又让这个法老王很 硬心很硬 那两广相对抗 广见广 当时法老王 其实是有权某的 很有努力的人 那摩西要对抗这样的人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关系 这个法老王还是怎样 他的异父关系 这样的一个权威的人 其实谁都会害怕 因为你面对是一个权威者 其实你更害怕更对缩 特别是这个法老王 还是他亲自抚养过的人 就是他被他抚养过 所以要面对这样的处境 这个要摩西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这些买难的事情 那我们要说 我们也是一样 有些时候 我们会对付我们的权威 或者是比我们有更有专业 更有能力的 更有凝望的人 我们想要做的决定 被否决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觉得怎样 好像我们的斗词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报告 都被吹洗了 摩西跟法老王的战争 直接是无数次的 摩西每次围起的时候 他都是透过祷告跟手 这个手战 跟上帝求救 那上帝就站在他这一边 让摩西打圣章 可见 自信心的来源 不是来自什么 上帝 不是来自自己的能力 乃是 上帝给我们神量的恩赐才能 都是由上帝使用 争给我们一个人的 我们领受恩赐 不是我们 不是让我们骄傲之宽 乃是把这个得到恩赐 透过上帝的计划 把所通过的这个角色 跟这个责任 能够把它完成 就像摩西被派遣 就是要领免出埃及 这个就是神要他做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神帝给我们的 也是不一样的任务 好 那借记这些递据很重要是什么 就是要对神有信心 不要看外在价值 而是对上帝相信 跟上帝同在 靠主得胜 那我们想想看 自己领受什么样的 职份跟恩赐 那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能够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看 郑律师他就很有教本的恩赐 阮老师呢 就很有令人气 去耶稣传辞的恩赐 厨房也没看到他 他就很有教养儿女的恩赐 那玉仁哥跟慧 这个两队都很有代理敬拜的恩赐 美慧姐 这个很有什么 乖欣 还有晓威 他们两个都会光外人 那晓威还能够选择很便宜的 那个很精致的晓琳 还蛮会精打西车 这个也是他的厉害的地方 那晓琳呢 非常会写作的恩赐 表达的厉害 那琼香老师呢 他对女人气族 很有迫切的这个 使命跟负担 那俊儒哥 不在这 俊儒吗 哦有 在这 俊儒哥 他很有音乐的服饰 那淑珍 博州 俊贤 他们都是怎样 在后面放包工的PP金 做很多 是电脑的高手 那小米人心佑 他很有怎样 很有天 是很贴心的小帮手 很会做很多的补的工作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恩赐 都不一样 我们不可能 样样都行 但是呢 这样都会 如果你样样都行 会让我们很骄傲自大 所以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然后跟领受不同的特质 那我们要好好发挥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就能够活出 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价值 那我要说 这些恩赐 都是上帝给的 所以你们有什么好骄傲 知道吗 聪明才智能力 都是生给的 那是好骄傲的 所以你如果能力很强 不要太骄傲 你能力很差 你觉得很差 也不用太难过 因为上帝对你任务 交代就是不一样 给你任务就是不一样 你能力多有的 就是要多做事就有了 所以你不多做事 上帝就把这些能力都拨回来 这很重要 好 那我现在要说的 我们建立信心从哪里来 从神里来 对不对 好 现在你跟你和平人讲 自信的建立 来自于对神的信心有多少 自信的建立 对神来自于对神的信心有多少 很重要 好 第二个 再跟另外一个人说 恩赐是神给的 没有什么好词花 恩赐是神给的 没有什么好词花 很重要 好 这个是很很重要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是得到这样的 那我们最后 保罗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这首诗歌 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 我得了秘诀 这首歌里面很重要的歌词 那我们请敬拜祥一起上来 来唱这首诗歌 我靠着那街围牛 凡事都能做 我们请放给你们的PP 就是这首诗歌 我得了秘诀 这首歌 可能有很多人不会唱 但是呢 唱一下下之后就会了 哎 还有谁 这首歌 我找这首诗歌 你 我找这首诗歌 我找这首飞鸡 我找这首飞鸡 我缺乏 我的引擎 得了冰军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凡事都能做 我用雨 我缺乏 我的车是要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凡事都能做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我知道 怎样出黑街 我知道 怎样出佛福 我用雨 我缺乏 我的车是要 我用雨 我的车是要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凡事都能做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凡事都能做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凡事都能做 好车啊 交给我一个你 好 谁能够能够帮助我们 谁能够地道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大名跟同在 让我们的生命与你联结 天天与你建立关系 读你的话语 并学习关心人为人祷告 来开始心理天 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快乐与信心 这样祷告是奉告随着的领求 阿们 阿们 阿们